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就向大家介绍这四种新型毒品 表面上看这可能就是四种很普通的物品 像这个就是跳跳糖 这个就是饼干 这个就是奶茶 这个就可能我们平时喝的茶叶 但是实际上这些物质里面都掺杂着毒品 像这个跳跳糖里面就掺杂着冰毒或者是绿安酮 像这个饼干就里面掺杂着大麻的成分 而这个奶茶里面就掺杂着冰毒和K粉 而这个就是一种叫阿拉伯茶 它真正的学名叫恰特草 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毒品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一说到毒品 您可能马上就会想到冰毒 海洛因 鸦片 觉得这些东西离我们生活很遥远 一般人接触不到 但是在刚才这段视频当中 这些像食品一样看起来无害的东西 居然也是毒品 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新型毒品 2018年9月的一天 杭州市官局上城分局小营派出所得到情报 有人在微信上兜售毒品 包括大麻和一种名叫LSD的东西 大麻我们就基本上都能了解过 但是LSD我们之前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我们甚至有可能有很多民警都没有听说过 那么所以说当时我们担心这个到底是不是毒品 当时警察手里的线索只有嫌疑人的微信号 于是警察假装是买家 用了一个女孩的头像 取了个微信名字叫甜甜 与嫌疑微信号加为好友 提出要购买毒品 因为对LSD有所疑问 为了慎重起见 警察扮演的甜甜 先向对方提出购买大麻 甜甜问有没有飞的 对方回过来一个书页的图案 问是不是这个 甜甜说是的 这里面飞的和树叶都是他们内部的行话 指的就是大麻 我们当时其实是想问他们购买大麻的 但是他说大麻现在没有现货 并且像我们都说 他现在这边有一个新型的毒品 叫ISD的 问我们要不要尝试一下 当时他把一个使用说明提供给我们看 使用说明书中这样写道 如果要玩的话 旁边必须有一个信任的清醒的人 看着照顾他 服用三到八小时效果最强 持续时间十二个小时 不要去想坏的东西 保持好心态乐观 玩期间不能接触咖啡因和牛黄酸饮料 或者其他的东西 不然会很亢奋 由此也能得知 这个LSD似乎跟别的东西不大一样 警察扮演的田店提出要购买LSD 对方要价八百元一张 并提出不能当面交易 只能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过来 因为对方也在杭州 所以可以同乘快递 对方要求再加五十元的快递费 警察转账八百五十元 给了一个地址 当天就收到了快递 当时是用一个盒包装的 然后里面是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那么当时我们打开 这个黑色塑料袋的时候 我们还以为被骗了 为什么 因为在黑色塑料袋里面 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然后我们认为可能就是一个骗子 但是通过我们后面仔细地检查发现 在黑色塑料袋的夹层里面 我们发现一张很小 比指甲盖还要小的一张纸 派出所的警察把这张纸片送到了上城公安分局禁毒大队 经检测 这张纸片所蕴含的物质学名叫做D脉脚酸二乙案 也被称为脉脚二乙鲜案 简称LSD 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置换剂 属于毒品的一种 它一般是液体 但是这个都不能大量服用 所以说很多都会用一种吸水纸浸泡在这个液体里面 然后再将这个吸水纸然后裁剪成油票大小 然后进行服用 如果吸附在白色的纸上 这个东西就是白的 如果吸附在花花绿绿的纸上 那么它就是花花绿绿的样子 很多人把这种毒品溶解到饮料中喝掉 或者直接放到舌头上含化 而这种毒品最可怕的地方在于 它甚至不用特意去服用 就可以悄无声息地进入到人的体内 尽量地不要通过皮肤去接触这张纸 因为它这张纸是具有吸附性的 而人体的那个皮肤上面是有毛孔 很容易把这个物质吸附到皮肤上去 因为它是液体 其实它是液体 它给它吸到这个纸里面 那么干了之后 如果手上有汗的话 又把它放出来了 释放出来了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不能碰到皮肤 同时又怕阳光照射 吸水质里的LSD会挥发掉 所以卖家就把纸片 放在了一个密封遮光的黑色袋子里 这些都是警察曾经缴获的LSD纸片 按照规定 食物都已经上交 他们手里只有这些照片 从外表上看 这就是一张普通的纸片 看起来像是一位邮票 所以LSD又被俗称为邮票 LSD的外表具有迷惑性 看似无害 但其实它的危害性非常强 会产生精神方面的异常 平时在意识状态下 控制住的这些东西都会跑出 它可能会觉得自己会飞 自己会隐身 即使开过来它也不用躲 就转上去 还有人是从楼上跳下来 这个东西它的非常非常轻 非常非常轻 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纸片 但是它的一个危害性 反而会比冰毒等这些常规的毒品 会更严重 它只要有0.03克 可能就会致命 这么毒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人在卖呢 警察继续追踪下去 而当他们最后抓到 犯罪嫌人的时候呢 却感觉到有些不可理解 毒贩的身份出人意料 贩毒的理由更加不可理喻 其实从当初大开始 我就不问父母 要想我不好意思开口 那个不想让父母担心 不想让父母拿钱 劲而走险 是无知还是明知故犯 自己小心出来 相信都会让我们 我等会给你自己 那边来什么东西 这像我自己都不知道呀 我店里面从来不会放东西呀 被通缉的邮票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警察找来了当天送货的快递员 因为是同城快递 所以当时去卖家那里取货的 也是这位快递员 他介绍卖家是一名年轻男子 快递员只知道 这名男子住在哪栋楼 但是具体哪个房间 他不清楚 这名男子非常狡猾 每次送快递的时候 都是他自己到一楼 把货物交给了快递员 而不是让快递员 直接到他楼上去拿货 于是警察再次伪装成买家 向那个微信号码提出购买LSD 同样的那个卖家又叫了同城快递 这一次警察跟踪快递小哥 来到了这名男子所在的公寓楼下 警察本来打算 当卖家下到一楼送货时 将其抓捕 但没料到卖家直接从电梯里把货品递了出来 很快就上去了 根本来不及将其抓获 此人所上的楼层有六家住户 如果贸然进行搜捕 很可能会惊动嫌疑人 让他趁机逃跑或者嚣赃 所以不能直接上去 只能设计让他再次下来 这次当这名男子下到一楼 出来向快递员取件之时 警察将其请货 在这名男子的家中 当场缴获了六张IL4D 这名男子叫张强 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对 但是让警察没想到的是 这名男子居然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年纪二十岁 其实从当初大二开始 我就不问父母要钱 我不好意思开口 谈到自己卖毒品的原因 张强说 他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独立 不向父母要钱了 张强租住在学校外面的公寓 一个月的房租将近七千 再加上吃穿玩的费用 一个月没有一万是下不来的 此前他曾经做过微商 卖过衣服 赚了一些钱 但是后来生意不好 无法维持开销了 正当他为难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赚钱的好门路 我接触的那些像之前卖衣服 接触的也是一些像留学生 或者是一些在校大学生 也是住外面的那种 接触年龄段跟我也差不多 然后他们有一些就会玩那种东西 张强口中的那种东西指的就是LSD 当时他动了心思 想弄点来卖 但是不知道从哪里进货 张强经常去一家电子烟馆买烟 跟老板很熟也算是朋友 有一天买烟的时候 他们无意间聊到了LSD 我就说那里有一点点 那个LSD 想着能够拿一点点去卖 稍微能够赚一点点钱 张强交代 他从烟馆老板那里拿到的 是已经吸附好的LSD的纸片 每张大概有支甲盖那么大 总共有十张 事不宜迟 警察马上到了张强所说的 那家电子烟馆 他说这个能不能在你这边放一下 我说那么就放吧 我也不知道什么 它是茶叶呀 自己小心出来 小心地回答我们 我不要浪费你时间 你有不要浪费我时间 这像我自己都不知道呀 自己都不知道 我店里面从来不会放东西的 这个电子烟馆的老板是潘雨 在警方搜查时 他并不很配合 而且一脸的无辜 一问三不知 之后警方将从潘雨那里 搜查来的物品进行了化验 这些一代代的 像茶叶一样的东西 是大麻 共有200袋 260余克 装在黑色袋子里的是一片LSD 在证据面前 潘雨终于承认了自己 贩卖毒品的事实 除了电子烟馆的老板 潘雨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 同张强一样 他竟然也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出来做生意是有想法 但是可能头脑没那么好吧 可能就经营上面不是很妥当 而且再加上没有经营的经验 然后就导致自己这边的资金 稍微有点断缺 然后我就想做事 那个不想让父母担心 不想让父母拿钱 然后想自己去 弄你钱吧 潘雨的电子烟馆 是父母给他出钱开起来的 电力亏损 入不敷出 但是他不想再找父母要钱了 同张强一样 在言谈中 仿佛他们都是企图自立 不给父母签麻烦的好孩子 但是他们走的这条路 却不是一条好路 当时经朋友介绍 潘雨认识了 绍兴的一个卖毒品的人 刘某 他说是 他那边有些小玩意儿 能卖卖的 当时他说只是说 让我抱着一个尝试的心理去 那我就尝 尝试一下 然后我想着说是 如果能 能帮我稍微挽回点损失的话 我觉得那是最好的 潘雨交代 他从绍兴的这个卖家刘某身上 进了十张LSD 和三百克左右的大麻 我们民警通过侦查 锁定了犯罪嫌疑的 刘某的真实身份信息 发现这个绍兴越成功 比我们先一步 批得往上最高 因为这个刘某在浙江绍兴 也有案子了 也涉及到贩卖毒品的案子 因为涉及多起毒品案件 刘某已经被绍兴公安逮捕 并交代了他手里的LSD的来源 他说是 我是外国荷兰 直接发货到北京 再用北京发货到杭州 他就是一条线 就是一条线 目前警方正在追捕 刘某的上家 进一步打击这个贩毒的链条 虽然张强和潘宇两名嫌疑人 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但是案件还有一个地方存在疑问 在张强那里有十张LSD 但是潘宇说只卖给了他五张 难道这两个人当中有人说谎吗 原来是为了多赚点钱 在拿到了LSD之后 张强竟然还做过一些手脚 张强一共向他人购买了五张LSD 每张三百元的价格购买的 那么购买完之后 张强再将五小张分别剪成了十小张 那么再以每小张 八百五十元价格出售给他人 当初在接到刘某发来的LSD之后 潘宇已经先尝试了一下 发现LSD的置换作用实在太强 他担心买的人会出事 所以就把要注意的事情都写了下来 让买家遵守 就会让你精神很亢奋 万一你把你银行卡密码 什么这包包包的说出来 那不搞笑了 万一你一个女孩子玩 旁边坐着这个男孩子 那就很尴尬是不是 万一呢 你又不知道这男的会不会 有什么想法之类的 最近几年 毒品在不断地翻新 衍生出很多新的种类和形式 以新的形态上市的这些毒品 都属于新型毒品 除了前面讲到的LSD之外 其他的还有叫神仙水 小树枝 彩虹烟 阿拉伯茶等名称的毒品 这些都是新型毒品 相较于海洛因冰毒 这些传统毒品 新型毒品的置换作用更加强烈 新型毒品 最明显的一块就是神经济动的伤害 在这个置换剂的效应下 有些类似一些精神病人的一些急性发作时候的一些情绪方面的异常 行为方面的异常 它是因为纯化工的合成的 那么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的破坏是很厉害的 所以它的危害性相对比传统毒品更厉害 除了置换作用强之外 新型毒品跟传统毒品相比 它的外表更具有伪装性和迷惑性 现在犯罪分子利用比较可爱或者是华丽的外表 将这些毒品包装了 那么这样的话 让人家感觉在这么可爱的外表下 可能没有像之前那种毒品这么有大的危害 它的包装它有很多的欺骗性和伪装性 有些它把它做在那个吸的烟里面 有些会给它混杂在一些饮料里面 那么有些甚至它给它做到有些糕点里面去 有些老百姓它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误实了这些毒品的物质 所以说第三代毒品它的危害 感觉到是比前面那个毒品的危害更大 虽然知道LSD的危害很大 但是为了赚钱 潘宇还是积极地向别人推荐这款毒品 而他所定的目标人群就是年轻人 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 以前这个学校嘛 自怕跟学校学习打交道 社会阅力很浅 对吧 然后到了灯火九路的大城市 大部分大学都在大城市 有记住了很多甚至社会上的分子 因为社会上分子他喜欢盯着大学生 因为大学生相对比较单纯 很多大学生他进不去诱惑 他就跟着去了 18岁女孩身陷毒品陷阱 无法自拔 就整夜睡不着 然后就兴奋 很刺激那种感觉 重点大学的高材生 在毒品面前渐渐失控 自己感觉其实这个分子力 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迷失的青春该如何挽救呢 被通缉的邮票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LSD的毒性有多大 其实张强和潘宇是心知肚明 但是他们为了所谓的自力更生 还是走上了那条不归路 尽管在采访当中 警察对新型毒品的危害性 做出了充分的介绍 但是当我们的记者来到强制戒毒所 真正看到那些吸毒的年轻人的时候 还是觉得有些出乎意料 小男领完了药 小男领完了药 在指纹检验仪上 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之所以戒毒所的老师 领着我们来找他 是因为这个孩子 是所里最小的一个 只有18岁 我觉得就是 我身边的朋友 就是18岁城里 基本上都是在父母的 父母和朋友的环境下 就是说过的 那我现在就是 我觉得很 就是说不出来等待 就那些晚上 我觉得可待错了 小南忘不了 自己的18岁生日 那个生日 是在戒毒所里度过的 虽然年龄不大 但小南的吸毒史 已经三年 在他还在读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接触毒品了 因为好奇心太大了 然后就去那个酒吧 就吸上毒品 你吸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就整夜睡不着就兴奋 就每天晚上都不睡觉 然后就是一直盯着 一个东西就在那里 就是看着接着这种 很刺激那种感觉 最开始是在朋友的怂恿下 使用了新型毒品LSD 之后小南慢慢地开始 接触了其他的新型毒品 然后就是被学校开除了 开除之后就那时候 就整夜都不回家 然后妈妈就那时候就锁到我 但是我还是 就是第二天又翻墙 然后又出去了 小南离家出走了 但是吸毒是要用钱的 为了找钱买毒品 小南做了这个年龄的女孩 最不该去做的事情 最后绝望的母亲报了警 她被送到了强制戒毒所 我在这里就是 手脚比较快 然后线上第一名 可以打那个电话 可以多打几分钟 然后我就想多打几分钟 给我妈妈打一个 给我爸爸也打一个 然后之后我妈妈都是很 好几次都是直接挂掉的 就是她心里还是不原谅你 对 然后我也循环给她写了好几封信 我就说妈妈我知道错了 那我已经进来这么久了 我已经是顶错了 有好几次管教授 我谈心的时候 我都是会 每次都是哭着回来的 因为我很想我妈妈 我们采访的第二个人是小勇 戒毒所的老师介绍 她是所里学历最高的 是一所重点大学的硕士 当时是在 一七年下半年的时候 其实从四月份的时候 其实我有确诊出来 是有HIV 对 然后当时可能是 从刚确诊了以后 其实心理上 可能也受到了一个 就是有一个比较大一个冲击 然后从当时 从在工作和生活上 可能也是有 遭遇了一定的瓶颈 然后在多数的压力之下 然后经营巧合的 然后就要接触到这一块的东西 小勇的身体生了病 但是她不敢把这件事情 告诉家人和朋友 烦恼无处诉说 心里极端苦闷 她就用毒品来麻痹自己 就是对于几种毒品 可能会有一些 基础的一些认识 但是认识可能 没有那么深刻 就你当时是觉得 你自己能控制 对 但是我是觉得自己能控制 自己感觉 其实自己的控制力 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小勇最开始接触的 也是新型毒品 她以为新型毒品的危害性 应该相对弱一些 加上她认为 自己的自制力非常好 所以吸毒几次 应该不会上瘾 但是后面所发展的事 超出了她的控制 她已经无法 从吸食毒品的快感中 抽离出来 其实像我是单亲家庭 那我妈其实把我养大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对 然后在她现在这个年龄的话 其实有遭受这样的一个打击 其实我也是很后悔 对 让家人承受这样的一个事情 戒毒所里有很多年轻人 十几岁的 二十出头的 这个年纪 他们本应该在课堂上的 在这些年轻人中 有很多都是新型毒品的受害者 很多的青少年 他会有一些麻痹 他认为吸了这个毒品 我不会被公安机关打击 不会被关起来 那么他认为 吸这个东西没关系 好像是合法的 或者对自己没什么大的危害 针对青少年对新型毒品 认识不够这个问题 杭州市官局 上层分局的警察 多次到各个大学 中学进行宣讲 很多同学在课堂上 获得了抵御毒品的 第一手指示 那么我看大家 这个是什么东西 巧克力 还有好多可能觉得 像费地罗是吧 实际上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实际上是 芽片熬出来的油 然后加了特殊的成分之后 凝固 然后加了这个包装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油票 那也是新型毒品 这个呢 彩虹烟 抽烟的可能它是白色的 但是这种彩色的 开始不懂吗 觉得好像 哎呀 挺好玩的 对不对 这个大家看 这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懂日文的 这个实际上是药 这个药名叫 胡销西盘 是日本的抗抑郁的 一个处方药 这个东西呢 就是另外一个名称 叫什么呢 叫蓝精灵 那么到KTV啦 到酒吧啦 然后到一些娱乐场所去 有些不法的 社会上的人给你酒 他说哎呀 我请你喝一杯酒 是不是啊 他一旦给你放了这些东西 你根本就察觉不到的 那么这些地方 建议大家 不要去接触 陌生人的给你的东西 警察在课堂上告诉大家 防人之心 在很多地方 真的是不能缺失的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 副教授包涵 欢迎您包教授 你好 我们知道传统毒品 比如说海洛因 冰毒 还有鸦片 他们在定罪量刑的时候 都是以称重 多重多少克来量刑的 但是先行毒品呢 比较轻 比如说像邮票 大小的一张纸片 那么这个到时候 定罪量刑的时候 如何来确定重量呢 因为根据我们刑法 第347条的规定 毒品犯罪 就是走私贩卖运输 制造毒品 它在定罪的时候 是不计数量的 无论数量多少 都应当定罪量刑 毒品的数量呢 是不断在扩张的 还会有更新的 这种毒品出现 所以说呢 我们就有一个 非法药物折算表 然后在这个表里面 我们会把这些毒品呢 折算成 等价的海洛因 比如说LSD 在非法药物 折算表里面 它的这个折算标准 就是1比1 一克LSD 就等同于一克海洛因 那么它有多重 就会是 等同于它多重的 一个刑法 在这期节目当中 记者采访了 吸毒的年轻人 和贩毒的这两名大学生 感慨有两点 第一点是 吸毒的人过高地 估计了自己的自控能力 第二点则是 贩毒的人 错误地定义了 自立的行为 张强和潘宇他们以为 自己出来挣点钱 甚至是不择手段地 挣点钱 给家里减轻了负担 这就是为父母着想 不给父母添麻烦 其实他们错了 试想一下 当你的父母听到 自己的儿子 是一个毒贩的时候 他们的内心 该是怎样的沉重 和难过呢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包含副教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 其他内容 再见 再见